狗狗啃咬自己的爪子 羊鼎中国家注册职业寿医师 狗狗啃咬自己的爪子 这个现象在生活中也比较常见 如果我们发现自己家的狗狗有啃咬爪子的现象 第一个我们要检查爪子是不是有一些破溃伤口 因为有一些破溃和伤口的情况下 狗狗自己会去舔 喜欢去舔这个地方 它有疼痛少痒在里面 第二个我们要考虑到狗狗舔爪子 是不是皮肤问题的初期的表现症状 第三个狗狗舔爪子也有可能是精神方面的焦虑 焦躁恐慌不安 这些我们也要考虑到狗狗的心理问题 还有就是有的狗狗可能心理上面确实也存在一定的焦虑症 它会有一些啃爪子的刺残现象 但这种现象一般比较少见 多数还是爪子上面有骚痒或者是有一些伤口引起一些疼痛 这个一定要做好爪子周围的一些检查工作 如果我们发现自己家的狗狗有肯咬爪子的现象 第一个我们要检查爪子是不是有一些破溃伤口 因为有一些破溃和伤口的情况下 狗狗喜欢去舔这个地方 第二个我们要考虑到狗狗舔爪子是不是皮肤问题的初期的表现症状 第三个狗狗舔爪子也有可能是精神方面的焦虑